土地家别墅及House and Land Package对于成熟的买家来说应该一点也不陌生 建筑商一般都可以掌控整个建筑周期 通常都会按照建筑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内办公的 因此代地别墅对买家来说是非常安全的选择 并且土地是永久产权,增值潜力无限 选择代地别墅项目通常要先选地块,再选房屋类型 往往买家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地块大小,lot size 挑选外观,facade,户型,floor plan,内饰材料的升级,finishes upgrade等等细节方面 却往往忽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土地分区,zoning 分区也就是zoning,到底是什么? zoning其实是当地政府在进行土地开发时 对土地使用功能的预先规划 赴一个地区一种属性 所有在这个地区的开发项目都必须与此属性相吻合 至少不冲突 分区最主要的控制内容包括土地切割的样子 开发完成后的效果 密度,高度,建筑退后,建筑材料,小区绿化 停车费和挪车的空间等等问题 每个城区的具体土地属性划分 由当地的council自行规定 不过划分的种类都大同小异 一般会分为以下八大类 由此可见,您购买的土地本身所带有的属性就已经限制了今后 在该土地块上可以进行建造的建筑类型 换句话说,土地本身的属性会限制了该地块未来增值的空间 在这里,我们强烈建议您在挑选地块前 就跟您的销售顾问确认清楚购买土地的属性 变为以后建造房屋 以及再销售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是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下面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与购置代替别墅项目时息息相关的两大类土地分区 第一,R2低密度居住用地 第二,E4环境居住用地 R2 Low Density Residential低密度居住用地 指低密度住宅区 只要符合社区和住宅的建造要求 具备建造多种房屋类型的设施的潜力 E4 Environmental Living 环境居住用地 具有特殊环境和景观价值的土地 只能建造具有特定要求的房屋 在环境保护用地的类别下 环境保护的价值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即使可以进行房租的建造 也有着特别严格的规定 任何修改或增进都需要专门申请和特别批准 购买E4土地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下 E4土地使用限制是非常严格的 无论是在建造房屋的数量上 还是在用途上 例如禁止用作幼儿园和日托 对于E4土地来说 最小分割土地原积为1500平方米 只要1500平方以上的E4土地 才可以做subdivision 对于E4土地来说 在容积率Floor Space Ratio方面有极其严格的要求 详细请参考Local Environment Plan 往往E4土地区有一定程度上的居住风险 例如火灾Bush Fire 同时根据Land Fire Rating的不同 严重影响了建筑成本 悉尼西北地区自然环境优良 发展迅速 还拥有不少优质的教育资源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西南地区的地块目前也是炒得非常火热 但是大家在为自己寻觅一处旺地进宅时 还希望各位能小心谨慎 明察秋好 OK 今天Jasmine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您身边的美卧销售 也欢迎在视频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及时给您专业的回答和帮助 请继续关注美卧视频平台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还有别忘了到我们美卧官网的free downloads 获取免费的市场信息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